好的主播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前往加萨边境 就是要为驻扎当地的以色列军队提振士气 另一边国防部长加兰特 则是直接要求军队组织起来并做好准备 并暗示很快就能攻进加萨 以色列国防军也表示 安全部队目前正在约旦河西岸 展开反恐行动 过去一天就抓到63名哈马斯恐怖分子 甚至突袭哈马斯知名发言人 兼联合创办人约瑟夫 位在当地的住家 哈马斯则是宣布 组织首批选入政治局的 一位64岁女性成员湘提 已经在以色列对加萨走廊的轰炸中上命 以上是目前最新消息 现场交换给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